控制部分 其实它的在python里面 其实还蛮单纯的 所以我们延伸过来 就是说第一个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假设我今天输入一个年龄 输入一个年龄之后的话 我假设要写一个 类似的像这样的一个程式 请输入年龄 比如说我输入我19岁 假设 然后enter之后的话 他要去选择 大概哪一个 所以选择哪一个输出青年 一样的道理 那如果说我今天在输入 比如说我今天是65岁 enter的话 他会告诉我是壮 65岁 因为现在老龄化 所以基本上 如果是66岁的话 就老年 所以我们这边假设说 我有多重的叙述 多重的逻辑判断的话 那并且配合什么 配合一个input 所以上次上课的话 有没有input 另外的话 有一个output就是printer 那中间的话 就是一个逻辑叙述 让他去跑哪一个 所以基本上呢 这边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我们要让他input 那input的话 就是说记得 这边一定要加 就是说呢 我们input之后的话 又会有个叙述出来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输入66的话 他因为呢 这个input预设的值 他是一个字串 所以呢 你输入之后 变成66的字串 那如果66的字串呢 拿来做 就是你比对大于等于小于那些 他一定比不出来 因为他是字串 他不是数字 所以呢 怎么办呢 你必须有两个做法 我们前面有跟各位讲过 要不就是你把它转成int 用int的话 前刮弧加一个后刮弧 就是把他的前后的双引号拿掉 他就变66的数字了 另外还有一个做法 就是说 我还有一个 你不要用这个转型 另外一个用eValue 这个eValue 他也是类似把它转型 差别是说 把前后的双引号拿掉 不过Python是单引号 反正不管 就是把前后的那个符号拿掉 那他就留下中间的 理论上也是一样是转型 两者之间各有优缺点 你们自己再去评 再去选择说哪一个用会比较OK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 要做逻辑判断的话 特别注意 开头一定是if 我的逻辑就放在空格之后的后面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空格之后 那我就是在空格后面写一个 如果这个h 假如是小于18的话 那特别注意 后面加一个冒号 这个符号可能一定要加 因为其他的语言可能写法不太一样 不过大致上就差不多 就是像那个VPE的话 就是这样打一个这样 不过这边的话 我们就打一个冒号 那冒号之后的话 记得就是输出什么 printer 未成年 那特别注意呢 这个地方 请特别注意 一定要加个tab 如果你没有下一阶 没有加这个tab 有加跟没加 结果不一样 因为我前面有讲过 在python里面 那个tab 视为程式的一部分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没有tab 就是错误 那在java里面的话 你可以是大瓜 有没有 java里面有大瓜 所以你java里面有大瓜 你没有说牌 它一样可以run 但是呢 在python里面没有大瓜 所以你会发现 python里面把很多东西都简化掉 但是简化掉之后 你必须用另外一个东西去填补 那个之前的那个某个符号 所以他用那个所谓的tab 这边要缩牌 那再来的话呢 当然如果你只有写这样的话 只能判断 它是不是未成年 所以呢 如果说我有两重以上的逻辑的话 那我们可以 再加上lif 也就在前面加上l 那如果说我要判断的是 那个青年的话 那就是18岁到30岁之间 特别注意中间会加一个end end就是说在这个range里面 我比如说我今天我的range是 这个是18岁 这边呢 到这边是30岁 那我两边呢 必须要同时成立的话 那就是用end 反之当然就是偶尔啦 或一个交集跟连结概念 那一样会加一个冒号 在后面 print的青年 那31岁到65岁 那就是壮年 ok 那其他 最后的话呢 else else就是剩下来的 那剩下来 当然你这边后面就不用加什么叙述 直接 但是这个冒号千万不能省 一定要有个冒号 然后呢 输出才是老年 ok 那请各位 稍微 试一下这个逻辑判断的部分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选择叙述这个结构 一定要非常熟练 以后的话呢 反正你就是要把这个 从头大尾要打出来 而且不能bug 那特别是因为那关键的地方 像那些符号冒号一个都不能少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把那个刚刚请输入年龄 那我区分成三种年龄 第一种就是未成年 18岁以下 第二种就是青年 青年就是18岁到30岁之间 18岁到30岁之间 第三种就是31到65之间 那如果大于65岁的话 就剩下来的 那就是那个老年 根本就是要用到 优优独播放